Hello,大家好,Form3的同学们 今天原本是Live的课程来的 可是呢,我有一点事情做啦 就是我的大学的课呢 我们今天有个presentation 然后轮到我的主了 所以我就不能辞听诗的话 其实我是辞一个小时进来一堂课的 然后老师们都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是其他的主在present 所以这一个星期呢 我就比较忙 我要准备那一个presentation那些东西啦 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个recorded lesson给你们 所以这个星期的geography是录制的 可是呢,你也跟着去 不会很闷的 因为我有跟着那个时段 你跟着去做的话 就好像在上一堂live课讲差不多一样 甚至可能其实录制的课程 比live课还可以上到更多 所以你跟着去做你该做的东西 然后at the end of the class 你要教那一个 你有照片好像之前这样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只是拍你的课本 你写在课本的那些话语字也OK 没有问题 就是要给我看到你有在做东西 你有在就OK了 知道吗? 所以记得啊,你看我写在最后一边 submit your work today OK at the final post 最后一个post 你就在那边讲 我会讲submit your work here OK,所以今天呢 你看到这个instruction video过后 准备一下拿出你的课本 OK,然后呢 还有上一堂课的file 这个bub6的那个念习 或者是他的答案file也可以 因为呢 我会跟你讨论一下他的那一个 那个最后的课题 很快的那一个 OK,所以如果你有印出来的那些 你就可以直接参考了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从下面download 我会把它再重新放在下面 OK,你在你电脑导出来 也可以 接着呢 你就看lesson 1 lesson 1其实是第六课的一个总结 我要讲掉那个essay 讨论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技巧啊 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大家的在essay的题目 记得其实它不是essay不难拿分的 你要听一下 OK 接着呢 lesson 2就是新课了啦 就是第七课了 所以准备一下课本第七课 OK lesson 2有part 1,part 2 可是没有到20分钟 我每一个part大概10分钟 part 2很短吧 因为讲完了 我就直接给你进入那个练习了 所以看完了 你就try那个练习 我会讲 你要做什么练习 讲 OK 所以 对 那里有那个file啊 第七课的那个练习 你download一下啦 OK 然后看video 过后就做练习 然后答案呢 1点45分 我就会post出来 OK 你就看一下那个video video里面有答案 我就讨论 接着 你就继续 就是lesson 4啦 然后过后一样咯 做练习 我是一个part一个part的 OK 然后 2点半是最后的东西 2点半会post那个答案 圈圈的答案出来 然后你把 你的今天做的东西 交在那一边 OK 交照片也好 照片啦 今天主要应该是照片 OK啊 所以就这样啊 大家今天 有什么问题呢 还是可以问我 虽然我在presentation 可是我可以回应你的message 好 OK啊 我来的 我先把这些抗子 我先把这些抗子 好 我先把这些抗子 我先把这些抗子